據我所知 香港支聯會1989年成立 成立當晚我在現場的 我是由晚上開會開到天亮 我在現場 當然我不是他的成員 因為當時我在做新聞工作 我看著他們成立 為什麼外國呢? 全部都是香港本土的人 是對於中共六四的血腥鎮壓 那種反人類的罪行 那種無底線 用軍隊去鎮壓守無遷脫的平民和學生 是犯下謀殺罪 是國家級的公然在街頭射殺平民 是全世界都不容的罪來的 一個政府去做 派軍隊去做 是應該送上國際戰犯法庭去審訊的事 香港人看到一個這樣的中共的政府 做了這麼無良 這麼陰質 絕對是超乎我們想像的做法 現在最近中共軍隊裡的那些人士的內部資料說 那個六四 由六月頭到六四 有三萬人被中共鎮壓死了 就是他們的內部軍隊的資料說 三萬人 超過三萬人 不是我們經常說的三千 不是中共說 只是死了幾百人 三萬 我們把三萬 打個折 哇 都過萬嚇死人了 是嗎? Lily 是啊 中共呢 它說是它沒有開槍的 天安門是沒有死人的 天安門沒有死人 這些說法呢 看來都是說謊的 天安門這麼大 你看看天安門 在毛澤東啊 在七十年代啊 在那裡檢閱那些群眾啊 閒閒地都幾十萬一百萬人 天安門大到全世界最大的國場 你說天安門沒有死人 搞錯天安門這麼大 長安達街去到前門那種 那種走都要走整個小時的地方 你說沒有死人 這些是說謊的 當中共說它沒有死過人 就知道有死過人 這些謊話說了七十五年 當然算是中共創黨 說了過百年了 中共說謊 不單止向它的黨內統治說謊 喘改歷史 向全世界 向大陸人民說謊 這些現在是中共的DNA 它們的毛 它們一天不說謊就不是中共 中國是靠兩樣東西統治中國大陸 第一說謊 第二暴力 暴力 暴力 不聽 不聽就拳頭 所以中共的格言就叫做 誰戴誰惡誰正確 是黑社會來的 是無賴來的 是土匪 是流氓 是穿著西裝的大賊來的 這幫人 在什麼情況之下 現在揭露出來 它自己的文件 這些是外市的 最近超過三萬人 在天安門鎮壓的過程死了 現在講共政權 是秉承中共的旨意 就要對海外的香港人都進行一些無形的鎮壓 政治的鎮壓 包括所謂撤消他們的護照 又說撤消他們的金錢往來做生意 這些流亡的所謂流亡者 潛逃者 又撤消他們的什麼 香港的專業身份 包括律師資格 這些全部都沒有用的 既然要逃離你一個科證 逃離你一個暴政 逃離你一個獨裁 就不會再 在乎你那些什麼護照 什麼專業資格 就現在在海外 另立自己的勢力 另外就要幫香港人 或者海外的所有香港人 是會想辦法光復香港 所以包括蔡明達和佛家智 他們都是香港議會的籌委會成員 現在香港議會有四個人被通緝 我就是一個 袁弓夷先生和剛才說的 蔡明達和佛家智 一個議會我們籌委會 有四個人就是榜上有名被通緝 看到要組織香港人 要將香港人的意志 透過投票 透過選舉 彰顯出來 要抗衡現在這個90人的立法會 這個是中共的政治花瓶 是沒有正式的一些國際社會 可以認受的所謂議會功能 他們全部都是陰點的 基本上都是陰點 就算是選的那些 都是經過陰點才可以入閘 而選都是行禮如宜的 並不是真正自由意志下面的選舉出來 所以香港議會都是要透過一個自由意志 一個網上投票 會在今年稍後 選香港議會的35個代表出來 這個成為中共 港共的打壓就必然的了 但是我們仍然要 彰顯香港人 一人一票 住民自決的權利 這些就是中共最怕 最怕你有組織 最怕你有選民的 委任選民的認受你們去做事 因為現在中共在香港的立法會 是沒有國際認受性的 這班都是認性蟲 這班都是中共的所謂愛國者 其實就是中共的陰點你們 這些聽話的 你們會跟隨中共的指揮棒 中共叫你通過什麼法案 就通過什麼法案 包括23條 23條是沒有反對票下通過 和中共人大政協是一模一樣的 是習近平的 選習近平問三次 有什麼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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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通過 一無一樣的 香港立法會就是花瓶 所以既然你是花瓶 海外就要選自己的 香港議會的成員 不要做花瓶 是要有代表香港人 要做香港 將來光復之後的一個真正的民選機構 民意代表 好 Lily 是 我們屏幕的由上角 有一個就是香港議會的 一個投票的一個數碼 就是大家用手機掃描它就可以 在裡面就可以告訴你 是怎樣操作的 是的 這個是一個示範的應用程式 是一個demo app 大家可以掃描 就是體驗一下投票的程序 用本護照怎樣可以參與投票 這是一個示範的程式來的 遲些我們會推出一個 就是叫做試用版 Beta版 這個工作我們還在 和相關的機構 就是在爭取著網上 在一些App Store那裡 會有這個App 就可以大家拿到的 但是現在還在申請著 所以 但是現在這個QR局 可以讓大家去體驗一下 就是一步一步這樣 怎樣是有模擬的投票 大家知道過程是怎樣的 就不是很複雜 就是一個手機 前半個月 投票的過程就是非喉無息的 就是沒有跟互聯網聯想的 到你認證了身份 和你拿了個選票 選了你自己心水的候選人 你就送出去的時候 將這個選票送出去的時候 就開回互聯網 就是取消你的飛行模式 就可以送出去 然後你那個個人的身份 那個密碼已經是一個不能夠破解的 不能夠破解的 看到你的密碼也沒有用的 當然真正的密碼 那個投票者本身有自己私人的密碼 用來看回你投票的一個內容 這個就是你自己才可以看回 其他都不會看回 還有你投票完了 快要離開這個程式的時候 是會提醒你 刪除你剛才曾經看過你身份的資料 要刪除了你才可以離開 就是保證你的資料 不會流傳在一個網上的世界 Lily這個是一個 暫時來說 我們覺得相對 網上安全是得到一個比較有保證的 因為我們都問過一些 Cyber Security 網上安全的專家 在北美洲 他們都認可是沒有問題的 是 這個非常好的 我們講完第一個新聞了 我們講第二個新聞好嗎? 好啊 是 習近平親自指揮部署的 北京政見交易所 就叫做北交所 它低迷到令人大吃一驚 北交所成交量是萎縮了九成 那何生怎麼看呢? 因為這個習近平肯定是很心痛的 是 心痛都沒有用了 這個北交所呢 只是成立了三年 是2021年11月就開始 習近平希望把大部分 來自一些叫做新三板的股票 轉移到北交所 北京政見交易所 希望幫大陸那些中小企業 在北京掛牌 提高他們發展的一個力量 那麼當時習近平還希望 北交所可以和上海、深圳 甚至和香港的政交所 一較高下 三年之後 三年之後 高下立建 北交所的每日成交量 由最高潮到現在 是萎縮了91% 超過九成 最高 這個6月13日 他在北交所的 剩下26億人民幣的成交所 等於相對於 他最高峰那時候 曾經創下303億人民幣的 一個最高的成交量 到現在剩下29億 喂 303億 十分一都有30億 他只有29億 這個最新的成交量 就是 令到中國的股民 都說 喂 越玩越縮 你習近平 什麼啊 你習近平 你習近平 還要跟香港一較高下 你現在 水皮到 你自己啊 根本就沒有按市場的規律辦事 北交所 現在是奄奄一息 自己的股民都不玩了 那些中小企 沒有啊 現在大陸死得最慘的就是中小企 資金戀 資金鏈斷 股民 沒有錢 做生意的中小企 就是 倒閉的 數以十萬計啊 這三年 疫情以來啊 就是 喂 2021年 是疫情的高峰期 搞過一個北交所 現在疫情已經 全世界都放開 但是中共的疫情 其實都沒有結束到 疫情沒有結束到 對於 經濟的 那個發展 也都沒有 所謂報復性消費 也都沒有 報復性的投資 海外的那些資金 或者外資 就陸續撤出 而自己大陸的 內部的那些 中小企的那些資金 也都是因為生意 因為外資撤出 你沒有什麼活水進來啊 糖水滾糖魚 中小企 死下一個 撿下一個 到現在 中小企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發展下去 他們都沒有生意做 沒有生意做 又怎麼會在股市上有好表現啊 那些股民 看到自己的股票 喂 不斷跌 哪裡還有人入市啊 沒有中小企入市 沒有股民去捧場 跟著沒有外資 進來 走的多 進來是很少很少 再加上 連遊客都不理 中國 最近有些美國的教師啊 和中國 合作的那些教師啊 都在吉林 給一些 失驚無神 或者可能 仇外的 大陸人 吉祥 引起中美之間的外交上 一陣子震動 這些股市 就首當其衝了 所以現在剩下 一個零頭都沒有的 三分 即是三百零三億的 一成都沒有 跌了91%啊 這年 所以 習近平 親自指揮 親自點將 親自安排的北交所 又一次 習近平 獲完這邊 再獲這邊 還有 習近平 也都在幾年前 又說在澳門 設立 政交所嘛 講到現在 有沒有 澳門證監所 又是 講講講 大隻講 講到現在 不要說形都沒有 腳毛都沒有一條 我想問一下 澳門有沒有 證券交易所那些交易員啊 有沒有開始培訓啊 有沒有足夠的 證券的專才 去開澳門證交所啊 究竟 有沒有 有沒有人 有沒有中共的人 在澳門 安排著 證交所啊 如果網友有聽到 有見到 麻煩你在留言區 講給Lily知道 等Lily 講給我知道 然後 大家去研究一下 澳門證交所 是不是 什麼時候 習吉開張啊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零 我所知 澳門證交所是零 習近平就是 拍拍的腦 澳門開過證交所 我可以 和香港 大家 互相揮影 這些根本就是 第一 是弱智的人想出來的 澳門是靠什麼發達的 賭博嘛 是在賭卓上的賭博啊 我雖然 很多人說 賣股票 賭博 賭博 慢著 賭博 賭博是受國際的規矩約束 有市場的力量 是有股民撐場 和你們在賭場那些 賭博是兩回事 兩回事 但是 不要以為澳門開賭場 就可以澳門也開了證交所 證交所都是賭博的 對不起 習近平 你說過在澳門開證交所 說了四五年 又是 又是德國講字 就是完全是做不到的事 他就說了出來 因為他拍拍的老大 習近平呢 不愧是全世界最出名的 爛美王 爛美 說了爛美 習近平是清帝 是世界第一 沒有人敢跟他爭第二 所以 阿莉莉 北京政家所證明 習近平是一大的 經濟笑話 他不動金融 他根本就是反對 資本主義的遊戲 又怎可能做得到 資本主義最代表性的 證券交易所 他怎可能做得好 他根本就不信資本主義 他要反資本主義 所以 現在 北京政家所證實了 你習近平 你是不信資本主義 所以你搞這些資本主義的玩意 是一事無成 是爛美收場 看看什麼時候 北教所 蓋其收旗 執隆 執隆 是 那真是 張宇宙祖 這個王朝 可能要敗落 就是每一樣都是南美的 它每一樣 是成功的 這一樣 就是它做得非常之好 不愧是一個加速師 就是大家最開心的就是這一點 它做什麼就難什麼 就沒有一樣是好的 學生 是啊 估計北教所 沒錯 北教所這個最新的事例 就證實了習近平 他是南美王 所以被他碰到的東西都南美 第二 也都很活生生向全世界 包括向中國大陸的那些人民 證實了習近平 是一個不動經濟 完全是 講經濟、金融 他是白癡來的 可以說是一個疑惑 是百分之一千的白癡 他根本是不懂的 但是就要強行做 所以 既然違反市場規律 既然你是不懂 你本來應該找一些專家去搞 但是你又不相信專家 又要你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 結果就親自爛尾 這個 使得全世界都看到 喂 你得位不配 你沒有這樣的才幹 沒有這樣的資格 沒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這樣的知識去管 管這個中國 你管中共 都未必管得到 何況你管中國大陸 所以習近平根本是一個 應該被DQ的統治者 不過中國大陸是沒有選舉 而且他還要搞到自己是 無限期執政 就是 百姓都沒有希望 直到他死亡 就是他無限期 等於百姓是沒有希望 看不到希望 所以這段時間 唯一就是等 所以這段時間 中國大陸 就看他怎樣衰敗 嗯 沒錯 是啊 那看一下有沒有補充 是 學生 是啊 這個最新的北交所的事例 就證實了 是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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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交所的事例證明 習近平就是去到 強腦之末 也是顯示到這個朝 這個紅色的赤色王朝 去到一個 叫做垃圾時間 連北交所都會垃圾化 變成要推入焚化爐的話 這個王朝的日子都不遠 即距離收彼的日子都不遠的了 再加上港共政權 出了這些虛張聲勢的 撤銷流亡者的護照 這些也證實了是 拳 勞 忌 盡 證實 港共政權和中共政權 應該都命不久矣的了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這麼多 很多謝各位支持 很多謝Lily在訪 下次我們再談過 Lily好嗎?拜拜 好的 多謝學生 多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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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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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